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虽然快篩季实名制已经开始 不过并不是每间药局都买得到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反映民怨表示 西渡区只有四家药局有卖实名制快篩季 民众大牌长龙 许多还是中老年人来排队买 排了两天还是买不到 希望政府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那秀玉在这边呼吁我们政府 一定要让这个快篩季要普及化 那如果说因为来买这个快篩季 又造成整个交叉感染 这个染疫更严重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民众在质疑说 为什么西渡区人口这么多 为什么你只有四家的这个药坊在卖 据我所了解有这个西渡 有这个百渠药局 还有这个亚登药局 还有这个康廷药局 还有一个振兴药局 就四间 那民众就非常地争计 我们是不是被怠慢了 为什么我们企图去人口这么多 才四间药坊在卖 那如果说只有四间药坊在卖 是不是给我们量要多一点 而且我到现场去看 发现到说都是一些老人 都是中老年人在排队 老人在那边站好几个小时 竟然买不到 连续两天 那我们政府有没有去想到这么细腻 说都是一些长辈在排队 那长辈排了两三天 还是买不到这些 买不到这些快菜式季 杨秀玉指出 整个七堵区大约有17家左右的药局 却只有四家药局有在卖实名制快筛剂 造成七堵民众就算每天大排长龙 也不一定买得到快筛剂的乱象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不是强调有政府请安心吗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 ́